瑞滨连浮星辰前的野溪下雨时容易淤积 原因就出在于这条野溪必须承载多重的排水系统 导致野溪的承载量是超过了负荷 雨水就容易因为宣泄不及而淤积 甚至漫流到路面造成积水 在瑞滨里连浮星辰前的这条野溪 在近日只要以下大雨就会淤积 然后水已露面 积水至少游到膝盖的高度相当吓人 也让许多过路的机车因此抛锚 行人路过也相当的困难令人困扰 如果路途方向都淤积到路面 这个公路路面都淤积到那些死盖 所以我们造成行车也没得过 人也没得过 因为买到哪边都会失败 主要发现一些问题 简洁在既有的野溪 在检疫法庭那边有的创业项 创过台湾厅的创业项 那边水量也是蛮大的 那导致两股水流在那边做挥挥 导致野溪这边因为地是不要缓和 导致水没办法顺利排出去 原因就出在于这条野溪 汇集了包括连福星城 还有阿美嘉园山上的排水 导致野溪承载量超过负荷 雨水就容易因为宣泄不及而淤积 甚至漫流到路面造成积水 今天困致这个排水 不要直接穿得高 就是要有一个舍弯 可以顺着 我们后面这边看看是什么 像我们团队来跟演艺看看 这个未来我可以堕下是不用淹水了 那这一部分在当天我们希望 公务总体那边能够配合 做一些各种的排水方向做个变更 甚至说把检疫法庭阿美嘉宾那边的 汇流地表浸流能够做汇流处理 然后避免说整个因为水温的关系 导致说排水不顺 那后续我们会建议 金美公务团来做改善 目前全则单位金美公务团 近日将进行排水路线的改善 期盼以分流的方式 减少野稀的负荷 让水流顺畅才不容易淤积 借淳威瑞芳采访报道